DUCE 安裝 然後我們來介紹你 如何組裝第四款 BAT四 開來看看究竟有甚麼東西 二樓版 還有一塊 FRP 的二樓板 還有一些波紙 波紙 摩上頭 應該是波軸套 還有一些 Anti-Rover 摩上頭 應該是波紙 總數有這麼多東西 我們先把螺絲拆開 先把螺絲拆開 放在一個螺絲 方便你維修 待在組裝的時候 做一個波紙 還有一條 天線柱 還有兩包 好了,我們現在來組裝 第四個部份我們現在來組裝 就開始把 剛才有一些剩下的 零件 後的尾波紙 要剪出來 剪掉碎口 還有一個頭尾波紙 頭尾波紙 尾波紙 接進去 底部 先組裝尾波紙 既然要剪掉 膚子 絲對 絲對 瀾波紙 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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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波箱就设定了,完成了,放在底板上的, 这个时间你又要再检查一下, 放回电底板在一个平面上, 按一下,它又没有塞在一边, 正常应该是平整地放在底板上面, 这个要留意一下, 然后装二楼板, 跟着,设计书是安排队重大队, 留意一下这里, 底板是平整在平面上的, 接著我們做 Anti-roll bar 的 這裏有一部分的 ball cap 這裏總共有 12 個 ball cap 其中你留意一下 在旁邊這裏兩隻是小一點的 另外這裏是長一點的 這兩隻是長一點的 因為 Anti-roll bar 需要用這兩粒 小一點 頭尾兩份我們先剪出來 留意一下有兩隻ball cap 一隻是短的 一隻是長的 留意一下這兩個分別 短的這一隻 這裏有一個基米洞 有一個螺絲洞 就是蜜洞 這個也是小秘訣 小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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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說三聲 輕輕把裏面這個洞 用東西刺穿它 或者一些尖的東西 輕輕刺穿它 它很薄的 在中間那裏輕輕刺穿它 就可以了 這個刺穿它之後 你看看 鑽個機米下去 就令到機米可以更緊一點 扭到下面 就不會被頂反了 一頂反它好 很多時候就會令到 那個ball cap那裏 反了牙 會滑了牙 你刺穿它 那顆機米就可以輕輕 向下走 就會鎖死你的 Anti-roll bar 那就會令到鎖得緊一點 就不會說頂反它 鎖膠 那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就跟著說明書去組裝了 先找一些波子 這裡有一件小光手 有一件這樣的工具 這個工具 組裝油壓 或者組裝ball cap 這些工具 都很幫忙 那 我們產品來的 應該的 Pass number 是ST026 有一個Tuning 把ball cap塞進去 然後就可以固定它 扭的時候就會方便些 然後就可以了 繼續做四隻 一模一樣的 只會做四隻 做了四隻 一模一樣的 做了四隻 一模一樣的 找出來 找出來 留意兩個 Anti-roll bar 有兩個不同 一個是前 一個是後 前這條 有兩件 後這條 中間有一件 這是最大的分別 第二個分別 就是後那條 是長一點 距離是長一點 長度是長一點 前這條 是短一點 這個要留意 好 那 我們 有一個 Handy-roll bar 的座 的locker 這樣穿進去 穿進去 放在中間 暫時固定 暫時不用管它 後面還有一條 下邊還有一粒 穿進去 放在中間 又不用管它 OK 那 就要把這個 Handy-roll bar 的軸套 穿進去 波子套 然後 在這裏 扭一扭它 就是不需要扭死的 好 輕輕 暫時固定它 因為大家 都要調整 位置 做回一條 頭的一條 尾 好了 頭和尾都做好了 留意下 這一條 locker Stabilizer 的locker 中間這個 我們是沒有收死 的 暫時不需要收死 中間這個 也沒有收死 然後 跟著 位置 擺 頭那條 放在中間 放平 然後 找回 Stabilizer 的locker 轉向 在這裏 轉向 有一份 Stabilizer 可以做的 放回去 記住 將這個 cola 陷入波箱中間 這個 的位置 這個要留意 接著 放回這個 上去 有兩顆 三乘十八的螺絲 先扭回去 先 拌好之後 然後 中間 有一顆 那個cola 剛才就說 叫你不要收住 我們在這裏 才收住 穿一顆 機米 對正去 輕輕 收幾下 因為 這個螺絲 都是比較薄 那你就 不要太大力 去收 調回 Stabilizer 左右的長度 不要收到一邊 左右的長度 不要收到一邊 這樣就收到一邊 放回正 較為中間的位置 收到時候 要輕輕把 放平 輕輕 輕輕 扭 輕輕 就可以了 輕輕 扭 輕輕 扭 鎖 輕輕 鎖 跟著說明書 有教理 其實說明書 有教理 有兩顆 機米 就會 管著 這條 NTO bar 的 鬆緊 我會收 怎樣 教它 這裡 你輕輕 碰著它 就可以了 怎樣 為之 輕輕 碰著它 我現在要做示範 關於一台 對 所以 剛剛 不然 來 看 再 可以 用 練習 來 進 開 接 vam 的 我剛才收到這裏 留意回左右 我現在可以碰到它 碰到這條Antio Bar 現在就被它卡住了 這樣就跌不到下來 然後我輕輕鬆回去 你逐少逐少鬆 逐少逐少鬆 鬆到它跌到下來為止 OK 跌到了 你看到嗎 它可以上下動動 又會跌到下來 但又不是夾死它 輕輕鬆碰著它 做完左手邊這一隻 做到右手邊這一隻 這樣平放它 先平放它 輕輕收收收 收到夾住了 夾住了 這樣夾住 然後夾住了 然後夾住了 你又放一點點下去 扭回鬆一點點 扭回鬆一點點 這條Antio Bar就調好 上下移動要順暢 上下移動要順暢 這個前的已經說了 後的其實是一樣的 做法 後的做法一樣 這裏就不詳細講 後那邊了 我照安裝後的 這裏有四顆 鍋子頭 就需要打對角 這樣一二三四 這樣收 收完之後 就可以收回前面 前面也是 平均力度這樣收 就可以了 整塊二樓版 就收平了 那要留意 又是在平方 去按一按 底板 有沒有說一邊 斥起了 譬如好像 這樣的情況 又好像 有少少 鍵住了 你按下去會有 這樣的擺動的情形 如果你收得不到 那你現在按下 前後左右 有沒有動 如果沒有動 剛才說這個波箱 摩打座這部分 我叫你不要收緊 在這個 做好後面這部分 就可以收緊 摩打座了 然後 又是收的時候 又是一路 留意著 摩打座有沒有被 收 收尾了 底板有沒有被 收尾了 現在可以 切記不要一次過 收死粒螺絲 因為收四粒螺絲 很多時候 都會很容易收到 它變瘋了 這樣可以了 這一部分 要注意的東西就是 stabilizer 組裝了 防筋桿組裝了 上下A臂 都應該是活動自如的 上下自己很容易擺動 然後 接著 就收快二樓板 對角收 一 二 三 四 收穩了之後 就穿回頭的兩顆 再輕輕收緊 平均力度收下去 就可以了 接著 剛才 在組裝波箱 我們錯過了一個步驟 就是叫你不要 跟著不輸 去組裝這個大減速排 那個位置 現在就是 在這裡的情況 在裡面 現在教你 就裝回 裝回上去 那個Gear Adapter 放回 那 記住 這裡有一個環洞 那個Gear Adapter 裡面這裡也有一個環洞 對著這個環洞 輕輕放進去就可以了 這裡有一條1.5乘9的邊釘 然後穿進去 穿進去 其實是靠 這隻減速尺 去管它 不要讓它飛出來 再把這隻減速尺放進去 再收回那四顆螺絲就可以了 大家不要收緊 打對角收 好 輕輕 再一次過收回 好 基本上這個車架 就 這個部分 第五個部分 就已經完成了 接著我們會組裝那個頭尾油壓架 這個是頭的 這個是尾的 這個是尾的油壓架 這個是頭的 這個是尾的 這是尾的 頭的 留意一下外觀 這個下半部 是多了一個零件部分的 這個尾的油壓架 是下半部是沒有的 另外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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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壓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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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 238mm Rubase 裡面 才會用得到的 這個你們 暫時可以不用的 因為我跟說明書 2-4-5 那個 2-4那個組裝方法 這個可以暫時不用 我收起來 然後就跟說明書 收回波子頭的位置 我只要跟說明書組裝 頭尾油壓架 就裝好波子了 這個就是頭尾油壓架 裝好波子的樣子 可以收回波子的油壓架 先把頭尾油壓架放下去 它是靠兩顆螺絲去固定 留意那個是三成 頭尾油壓架 它應該是三成十的螺絲 因為這個頭尾和尾 是有少少不同的 先穿了一顆 三成十 然後再穿兩顆 三成十 然後再穿了一顆 裝了頭尾壓架 然後到尾油壓架 尾油壓架 尾油壓架 用三成十二 裝尾油壓架 我都忘記了 這裡還有兩顆三成八的機米 沒有頭的 我們就叫機米 沒有頭的 我們就叫機米 這種螺絲 要在這裡調整個 CV拉扇 不過是鬆緊的 又是一樣的 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輕輕扭死它 它卡住了 卡住了一條CV拉扇 它會令到不暢順 就輕輕鬆回去 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它只要輕輕觸碰到 那條CV拉扇 但不要讓它向上 向下移動 就OK了 尾這個又是一樣 另外這邊又是一樣 調完一邊一邊 這個就不是兩邊一起調 兩邊一起調 很多時候都調得不理 我就習慣 調完一邊都一邊 又是這樣 它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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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它 整順都不動 接著又安裝 尾油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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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安裝兩顆 三乘十二的螺絲 又是兩顆 擋個幾下 決定位置 先不用理會 好 好 頭尾油壓架 都安裝了 整個車架 現在只差一些轉向杯 轉向這一份位置來安裝 大概這樣就完成了 在第六個步驟 都完成了 留意檢查 最主要的 A臂要暢順 底板要重整 這些要一邊砌一邊檢查